美女朋友们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记者会 那我们是激进测译 昨天晚上我们激进测译 全国竞选办公室主任 严明伟先生 参与我们有社 台湾北社的募款商会 同一时间 我们马英九先生 也在那边去参加了 亚太联锁加盟展 我们的办公室主任 严明伟先生 向他丢失了这本 被出卖台湾 这本书 我们要在这边跟大家讲 严明伟的这个举动 他所代表的意义 并不只是你要做 要做所谓的选举宣传而已 我们激进测译 虽然在高雄 派出了四位候选人 要参与高雄市市委员的选举 但是严明伟主任的这个行径 也表达出了我们年轻人 我们太阳花运动 我们太阳花世代 我们所有台湾人对于马政府的愤怒 对于马政府的不满 对于他即将出卖台湾这件事情的愤怒 辅发对于昨天晚上 也发出了声音稿 说严重谴责暴力 可是我们要在这边 向各位媒体 向各位台湾社会大众说 我们更谴责这样出卖台湾的行为 所以我们选择 我们严明伟主任 选择使用被出卖的台湾这本书 去丢出卖台湾的这个人 只是刚好而已 小党的参选的 陈迅玉先生 陈迅玉医生 帮我们讲几句话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跟严明伟大概在 高雄反扶帽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们都叫他伟维 从上月认识到现在 伟维给我的感觉 一直是非常温暖的 在高雄反扶帽的时候 他会常常给志工关心 给一些比较疲惫的志工 一些关心跟温暖 他也是同时也是非常善良 温和的人 所以他很容易跟我们的志工打成一片 马英九上任以来 一直用他的政治目的 去向中途靠拢 他不管台湾人民 的意志 一直要往同一个道路前进 这才是暴政 这才是暴力 如果这不是暴力 什么才是暴力 我们要予以谴责这样的行为 马英九 这六年以来 从318太阳化运动以来 都没有听到我们这些台湾人民的声音 他还是一样一意鼓起 没有回应我们台湾人民的诉求 所以昨天在 我们延宇威主任 直接将我们台湾人 想对马英九说的话 但是我们也不该因为 这样的抗议可能违法而退缩 因为法律 并不是 只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 他可能 还是统治者 用来维持他所想要的秩序 如果我们的行为 最后的结果是不违法 那可能如一些人所讲的 我们对他没有礼貌 我们对他没有礼貌 但是我们要说 对一个出卖台湾的人 对一个残害台湾土地的 这个中国国民党政府 他没有资格跟我们讲礼貌 我们台湾人 面对这种不公不义 面对这种威权 我们台湾人 就是应该要反抗 谢谢 我们西部言的 刘哲宇先生 刘哲宇雅记师 为我们讲几句话 各位记者媒体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为罪我们的办公室主任 这个举动 或许是他个人临时起义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话 算我一份 算我们基金社一份 算我们太阳花世代一份 因为 今天 马政府 执意出卖台湾 国民党政权 执意常卖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太阳世代 受不了 我们站出来 我们也希望 马英九总统 你可以好好地读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 可能对你 有非常大的意义 你也必须 要去跟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先生 一起理解到 台湾独立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最后 我们请 昨天 在台湾北社的参会里面 丢集被出卖台湾 已经输的 严明为主任 为我们讲几句话 嗨 各位系统 Many 平安大家好 我是 心境车理 联合性权办公室的主任 我想昨天 我临时起义 拿 被出卖的台湾 丢出卖台湾的人 这个刚好的举动 丢向马英九总统 我想 这只是一个社会氛围的展现 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候选人 或者318学历的分子们 如果是我 如果是在现场 他们也会拿起 他们该拿起的东西 不一定是这本书 他们也会拿起 他们该拿起的东西 直向这位出卖台湾的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下一次遇到马英九 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 他又会做出什么卖台的举动 所以我们只好好好干一场 就是这一场 如果 所有像 如果像一位卖台的人 如果像一位独裁者 丢区区的一本书 就是一个种暴力的话 那这样报名的帽子 给我们来戴 这样报名的帽子 给我们来戴 今天 台湾在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来 不断的亲中 卖台 走向统一的道路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我们只有肉身 我们只有一次又一次的不断让马英九总统感受到威胁 用我们的肉身 用我们区区的力量 区区的反抗 像这个独裁的政权 即使反抗是要付出代价 我也是愿意的 像这个政权告诉他们说 你们中国国民党跟马英九所做的事情 是台湾人民年轻世代所不允许的 我今天就是要为马英九讲这件事 接下来让我听他们打的 然后上到五楼 然后就在记者区那里 然后我就假装我是一个记者 这个需要一点点智慧 那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大概可能有被领导 那其实马英九总统就是在 半个两三分钟以后就出来了 那出来的时候我就 因为看到他的脸你就会凉了 看到他的脸你就会凉了 那你就直接 我就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就直接把书朝向他丢了 进场前那个有现场的维安主任 要你登记还是属于哪间媒体的记者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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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要丢要丢一本书 然后是有意义的书 就是日本被出卖台湾 然后朝向去卖台湾的人 分第一子 就是其实我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丢这本书是 为台湾人民而丢的 会出我318 学艺或者社运的朋友们丢的 我相信在场的 我们每个候选人 如果在现场 也会丢那本书 那至于你说的 会不会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我觉得所有的反抗 其实我有讲过 我就在讲过 所有的反抗都必须付出代价 所有的报名 报名的帽子我们来戴 我们没有再害怕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是为了造势的话 那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去丢这本书 只要在北深牧管仓会外面 请记者媒体跟我们来拍就好 不用花那么大的 这个不是选举宣传 这真的是临时奇异而已 因为我就是参加日本书丢 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选举宣传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马英九的行程在哪里 因为他的行程是临时更改 到那个点滑饭店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会出现在那里 我是去听朋友讲说 马英九要来舞蹈 那你听到一个独裁者 他要靠近你的时候 在你能力范围 你必须做出一点点 对他反抗的工作 所以这个反抗的意义 是在一项暴政的反抗 而不是区区的选举宣传 所以你还没看过那本书吗 有有有 是因为他书女 没有 我大概在17岁吧 17岁有可能 有关过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 这一次我们严明为主任不丢 下一次 会有更多太阳花世代年轻人 会有更多 对现状不满的台湾人 做出这样的举动 那么我们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 谢谢 谢谢